非华体育总会 在新界理事长奢仪静小姐的精心计划下 多方请教 得到乔中学院 菲律宾武术协会全力支持 非华武术训练中心 终于正式成立并开课 当日 首先由乔中学院黄婉荣校长致欢迎词 提总领导 由奢仪静理事长 理事长助理 副秘书长等多位常务理事 共同出席 菲律宾武术协会会长陈祝远 带领总教练蔡清石 教练员许一辉 两位都是1997年世界锦标赛的世界冠军 教学能力都是世界级的教练 本次能得到他们的指导 实属难能可贵 也是我们乔中武术学的荣幸 能为乔界在推广武术运动提供训练中心的场地 是我们乔中的光荣 再由武术协会会长陈祝远先生 也是提总创会会长做介绍并表示 武术是中国的国粹 也是国宝 几千年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根源 是中国保家卫国的必修课程 同时也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所以各位学生要把握机会 认真学习 健康是我们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理事长奢一敬 更是鼓励所有学员 要以两位教练为榜样 要为菲律宾武术界再添光彩 当年武术在华校全面开花 遍地都是国家的选手 共获得七面世界冠军的金牌 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赢得一面表演项目的金牌 并鼓励学生不仅要以教练为榜样 为国家争光 为华人拼荣誉 同时提高华人的地位